大家好我是平次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火焰文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啊 第六张啊 正恶的灵烈 我们先进来看一下 啊 然后我们又回到这个爱立科这边的这个角色出来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 这边有一些道具店啊 或者是武器店 我们可以买一些道具啊 那我们可以买一些回复帐之类的啊 或者是什么魔法书之类的 也可以买啊 我们先来给他转职一下 先来给这个 啊等一下 那出来之后物品整理 然后在运输队里面拿出那个 转职的那个道具啊 直引戒指 我们先使用他 啊这边有两个职业可以让你选择啊 一个是女武神 是一个骑士 当然也可以使用这个光魔法的杖啊 然后这个祭司 可以对这个魔物有一些特效 那如果是转职成女武神的话 他的移动力会比较高一点 啊那如果是转职成四季的话 他对这个魔物是有一定的特效的 但是我们还是用 啊我就给他转职女武神吧 因为他的一些战斗方面 比较不会突出啊 我所以我就 啊看个人喜欢吧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高移动力的啊 那么给一些多一些辅助之类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些恢复杖 先弄两个进去 然后我们再买一些攻击魔法书给他 啊当然这个复原杖也可以买一把啊 复原杖可以多买一些 等一下吧啊 我们先买一些闪光之类的 当然这个火炎也可以买啊 还有一些武器啊 还有这个松明之杖 也买一个进去放在运输队里面啊 如果需要使用的时候还可以用 反正现在钱也是非常的多啊 我们在斗技场那边一直打一直打这个 现在也是用不完 我们先看一下 啊然后再买一些 这个铁斧的话 我们进入武器店吧 给一些人物买一些武器 这武器现在也没什么好东西啊 啊就买一些给这个赛斯火把 啊就多买一些吧 然后买一些钢剑之类的啊 直到后面的话有卖一些必杀剑了 所以这些剑就没啥用 斧头也买一些啊 斧头 现在斧头的话也没必要买太多 因为到后面有一些头斧啊 买头斧比较实用 好我们先来进入这一张啊 这心中的强烈 然后这一张我们先看一下 是什么东西啊 好两个两个怪物啊 不是啊两个 这个是一个大boss啊 这个异端斯基啊 阿维 这个人长得也是稍微有点丑啊 不过发型倒是挺有boss的架势啊 然后右边这个是他手下啊 也是这张的boss 是一个巫师 好然后他把那些村民给奴到那边去了 我们要去救那些村民 在搏救也可以啊 好那他们这些对话也是废话比较多啊 我们先跳过 哇这瞬间移动啊 好带了一个小女孩 我们跳过吧 然后这一张的话 好这些村民被他关到这里来了 就震恨吧 不然是良家妇女都给弄到这边来了 这边还有一个蓝的啊 这个蓝的村民也是被他弄到这边来了 好那这张有个很重要的两个人物 很重要的人物加入啊 再在下面啊 这个这个远古圣祥 是我方的绝对的一个阻力啊 如果这个人物你没练的话 你后面的boss可能打不过啊 所以啊 迷之闲者用至高无上的智慧啊 也是这个 主节我方的主节 哈哈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各方面能力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他有这个特性魔法护照 所以他这个人物的防御力 比普通的人物防御力要高出很多啊 不要不要去看这些啊 人物能力的这些素质啊 我们要看他的特性 他要我这个防御加成了 还有这个人物他可以使用所有魔法 啊这个就是我把它修正之后啊 这个武器也不会退为a了 就是说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有一些玩家反应说这些 就是说把这个杖升到s 级之后 这个理魔法会退到退到a 或者是其他一些魔法退到a 之前的话 是没有4000魔法 现在给他改成四项 简直比较好一点 好我们要把这两个人物选出来 我们就要把两个人物选进去啊 看你喜欢念哪一些人物 这些人物的话 我们把阿斯雷选掉吧 然后把它选出来 还有奈鲁卡鲁也可以把它选出来 下面还有四个啊 还有四个人物 看你们喜欢哪个人物吧 然后就把它选掉 那这个回血的话我们让他参赞吧 或者说直接把它选掉吧 让奈鲁来当奶妈 就让他来当补血的 然后也可以再选掉一些其他人物 这个莱斯也全满了 好嘛那人物太多的话 我就先这样吧 先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就让这些人物参赞 好那这个回复杖的话 我们可以再拿一个出来 我们这些人物都是满级的 所以随便打都可以 马上一个一个派到一个地方去 那这个是我方的 非常核心的一个种 哦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雷 他是一个就是他装用的 如果你把它转交给别人的话 也是使用不了的啊 不能攻击专属物品啊 所以然后还有这个啊 这个就是说专属物品的话 他这个东西是我可以无限使用的 没有次数 而且他这个必杀加成 你看必杀加成也是挺高的 命中力也是很高 然后还有这 加了一个眼神的自义之杖 可以恢复我方人物的一些生命值 好我们的阳滚滚先生 我们先滚到这边来 非常的魁梧 人家就是肌肉啊 这就是魁梧啊 不不不是这个 不是肥肉啊 不是肥肉 我们先这边看一下 我们艾瑞科的话 现在也还不能转折 因为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万轮 现在也是用不了 好那我们先到这边过来啊 随便打吧 我就按快速的啊 这随便打都可以 哇这个头股还是比较好用 铁子大剑 那我们先把钢剑送回去 好我按加速我比较快一点 那现在也可以很轻松的 清理掉一些敌兵啊 因为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啊 所以不要在那边斗技场链接 那我这样子做也是为了方便解说 好 方便演示给大家看 不会浪费太多的一些时间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很轻松的 我们看防卫一下这些村民 这边还有一个小狼 这边说有一些毒蜘蛛啊 然后他给我一个消毒药 怕我中毒啊 我们先把那些村民给救了 其实不用救他 他只要过关之后 没被那个蜘蛛给打死 就算就算把他救了 现在变得游戏是这前面这几张变成没什么难度啊 那到后面第14张开始下去的话都是有难度了 就算你满级之后 也要按照你的这个策略来打啊 不然以后也是会被打死啊 后面都是一些上级人物的那些敌兵啊 都非常厉害 哇 我还拿了必杀服有能浪费啊 哇 是这样子从他这个这个头上给把给他披成脸吧 现在这个伤药也没啥用 根本不不怎么会受伤 哈哈哈 哇 必杀了 以及必杀 好 我们先过来吧 我来打 这个也是会恢复生命值的 然后 我们还是使用头斧比较好用 哎 这用铁剑就已经够用了 哇 特效要又一瓶 这些村民在这边啊 先看一下 他们都是没 没什么战斗力啊 市民 还是挺硬的啊 还是挺硬的啊 现在这几张啊 要清理的话还是非常容易的 非常简单 我们的这个闲者要给他升级呢 他要升级的话非常简单 他因为他这个能力本身就很高 这边还有一些敌兵吗 没有了 好了 boss在这里啊 我们先看一下 他能力值也是比较高的啊 10级的一个巫师 就是 阿维的部下 充满野心的测试 卑鄙啊 卑鄙啊 是一个小人 你看他这个披风啊 这个披风非常的犀利啊 这个披风 然后他这个脸好像被整形了 这个脸好像 看了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啊 空荡荡的 哈哈 好 那我们让这个 埃羽克来打吧 或者是让其他人物去打也可以啊 他好像不会过来啊 这蜘蛛 蜘蛛的话好像没有过来 好 我们用这个选者来跟他打吧 神雷 啊 我们这张的 组绩总算是加入了啊 啊 他这个攻击的动作也是跟那些里面的法师是不太一样的 啊 好 不过我方也只打他一次啊 再一击 好 刚好三次啊 我的出头之日啊 可以见上帝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张就这样子过了 我们刚看到啊 这些村民已经平安了 我很害怕 好吧 这还没发意 我去 啊 接下来是第七章啊 第七章的话 我们在下一节再讲吧 那这一节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些人物啊 人物的介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上一张加入了啊 这个见识也是非常的厉害 小梅啊 温柔漂亮的 爵士美女 然后这边还是一个剑机啊 进入所有剑机的美女剑士啊 啊 人物漂亮 然后 剑 剑士的这个攻击的这那这一些特性也是非常好看的 那下一张的话就选他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啊 这些人物的攻击动作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了 好这一期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拜拜